作为一座港口城市 基隆一直是北台湾防卫的军事要地 三面环山的独特地势 建有多座炮台 基隆要塞是台湾日治时代 北部的军事指挥中心之一 位于京基隆市中正区 日本当局于1896年 在此设立基隆要塞指挥所 其管辖范围涵盖基隆 奥底 金山 淡水 新竹 厚龙等地区 1903年在此设立基隆要塞司令部 基隆真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 除了有丰富的生态 广大的海洋 还有天然的自然港湾 我也这么觉得 不止如此 基隆还有许多的历史故事 基隆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 所以这边一直是重要的战略地点位置 一百多年前日治时代 把这边设为要塞司令部 所以后来的国民政府 也把这边用为重要的军事用符 听起来很多故事可以听 没错 但是说故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来 嗨 麦可哥 听说之前这里都是作为军事用笛 对 你现在看到这个地方 很像是我们一般民众可以来这里散步的 其实这里在过去 其实就是一般的军事行政单位 那我们自己有做过一些田野调查 就是以前住在这边的居民 其实这边还是隐居的时候 他们都是快速通过 其实他们不太会往里面多看一遍 不过现在已经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可以进来散步的地方 那他跟一般的军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一般的军营可能就是比较多的阿兵的士兵 但是司令部的话 他其实就是高级军官在这边办公 做军事行政策划的一些地方 那战后的时候 这里也是当时国民政府的司令部 那当时在有一段时间 蒋中正他其实也有来这边巡视过 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门口进去的这个碑上面 就有他巡视的一个纪念碑 这里才是原本的大门 那为什么这边是大门 不是原本刚刚我们集合的那个地方 是因为其实如果你们往前看 这边是祥峰街 祥峰街其实是以前唯一的对外的道路 那以前的人如果来的话 他们远远经过那个湾过来 就会看到这一个路口 然后我们旁边后面这两个 其实就是卫少 所以其实它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神社的那个参道的概念 就是远远就是看到这个军事的这个建物 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其实就是卫少使用 所以这边是大门 大门两边的卫少亭 那真的是还蛮迷迷的 超级可爱 其实还蛮娇小的这样子 我们这边啊 你们可以看到这里就是 要塞司令部的后方靠山壁的地方 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设施 那这里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防空洞 那我们基隆有 就是全台湾就是最多的防空洞 我们有对外部门的防空洞 其实都有就是不同的样貌 那像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A点进去 然后B点出来 它就是一个摸字型 对它其实就是一个摸字型的一个样子 它等于是有两个出入口 那它做两个出入口的话也是避免 如果其中一个出入口就是 有问题的话 它可以从另外一个出入口可以出来 那等一下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个 就是它里面是有通道 是有通道形式的一个防空洞 它非常的特别 好 那我就可以直接带你们过去 好啊 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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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你们到驴和平社7号 那我们请麦可来帮我们介绍 好 谢谢就是我们的和平里的和美里长 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是我们中山区的高远新村 那我们高远新村这里 其实在以前是日治时期的时候的 这个主港相关的宿舍 就是后来的港务局的宿舍 那因为这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那这边因为我们上面有一个长官的一个 非常高级的一个宿舍 现在正在修复 那也表示我们这个山头其实很重要 那其实就像刚刚我们在司令部看到的 司令部的后面有一个防空洞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防空洞 那我们这个防空洞呢 它从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洞 但实际上进来之后 还有一个像这样子楼梯往下走的一个通道 那通道里面都还会有串到不同的小的空间房间 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前面左边 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空间 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空间 它这个是一个空道的道里面 那我们这一个防空洞里面 有好几个就是像这样子的这个空间 那我们下一个空间的话 它也会是一个摸字形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这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小空间 那人就可以会呆在里面 那这一个通道是 它等于它是一个摸字形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下一个通道 它其实是可以从那边出来 对对对 看里长现在走进去 那它等一下往右转过去的话 就可以到另外那边 我们可以走这边 蛮凉的齁 所以 所以其实刚刚这个就是一个摸字形 里面的摸字形的一个通道 这边是我们马路 刚刚我们过来的时候看到路边 就是的这个防空洞 其实它都是有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边里面不会有很潮湿的 那种花霉的味道 因为它其实里面通风 其实是非常顺畅 上面有这个观色 那如果真的有遇到空气承 的话它不可以下来 就是躲到这边来这样子 而且这样子的话 其实也比较通风啊 避免说其中如果有一个 路口是怎么样的话 还有别的路口 其实可以出去 或者是空气都还是可以流通 所以其实这个在基隆来讲 其实是非常特殊的 说到防空洞 在基隆港 凡盛黄金年代成长的基隆人 都会知道 山四处被封闭 隐身在建筑物间 霞缝中垃圾雜物后的洞口 充满神秘感 基隆是全台防空洞最多的地区 多得让人瞠目结舌 这起因于台湾每场国际战争中 基隆皆是炮火系列的重点 经历过日本时代缜密的城市规划 因此在基隆港周围 有许多炮台防御的设备 防空洞同样为军事设备之一 尤以太平洋战争间 为避免美军重点轰炸 开凿防空洞的数量 可能是最为密集的 这里是基隆最有特色的一间餐厅 这里是基隆最有特色的一间餐厅 超普通的耶 你看 其实不像一位女工在市场 好酷喔 到了 这里是哪里啊 这里是基隆最有特色的一间餐厅 哪里有特色呢 走 跟我走就知道了 超普通的耶 哦 基隆的味道 只有她知道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这间餐厅的老板娘 特色 等一下 老板娘 我刚刚所见到 我就有一个超级大的问题 想要问你 好 就是啊 为什么你当初 会想要用这个防空洞作为餐厅 对啊 对啊 我也想要知道 对吧 因为我本身是这里的在地人 对 然后就知道说 目前有这个样的产品 所以就有帮她做一些改变 然后就是来做一些经营上面的规划 这样子 哇 那你当初在就是 建造这个餐厅的时候 有遇到什么困难吗 因为其实它是天然的防空洞 所以其实它会 会就是潮湿 然后跟一些下饮的部分 所以在这个防水部分 我们是花蛮多的功能 那老板娘 请问这间餐厅 还有什么特色的料理呢 还是你要不要来试度看看 可以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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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完两分钟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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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超專業的 好開心喔 好 盡量放得平均 我放得算平均嗎 很棒 很棒 好 謝謝 好好吃感覺喔 終於完成了 剛剛放了蛤蜊 然後還有白酒 然後還有這紅色的辣椒絲 然後跟九層塔 然後還有小玉米 我的呢 料超級厲害 蝦子跟小嘴子超多在裡面 然後上面叫做baby yen 然後Mozzarella起司在上面 重點這個黑黑的呢 是基隆特有的 墨魚醬 是不是超厲害 欸 我們趕快來吃嘛 好啊 超餓的 欸 大家 來這邊一定要點這個東西 真的 我沒有騙你 有來基隆的話 一定要來這邊吃喔 我跟妳說喔 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在這一整排建築的後面啊 都是防空洞喔 其中有一間民宿 裡面有一位 因這位民族啊 把防空洞打造成調香式 因此裡面有一種神秘的味道喔 神秘的味道 沒錯 好 這防空洞好漂亮喔 欸 妳看橋上有一段文字 妳可以 閉上眼睛 跟著耳朵 居然忘了 停止呼吸 那我們來試著跟著做看看 好喔 閉上眼睛 跟著耳朵 很香欸 真的會撇除掉其他的感官 好香喔 好香喔 OK 妳看前面好像有位女工在施展模範 好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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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好香喔 嗨 好香喔 嗨 嗨 這裡是防空洞嗎 嗨 嗨 嗨 這裡是防空洞 沒錯 但我們把它打造成一家快閃電 叫做女巫的香氣成烈師 對 好酷喔 好酷喔 所以聞到空氣中有一點香香的感覺 那為什麼是女巫 其實並不是因為我是女巫啦 是因為我們基隆在地八斗子 有一個女巫的傳說 八斗子的古地名叫做帕套 那帕套這個意思是原住民的語言 然後意思是煙霧瀰漫好像有留住的地方 對 所以剛剛進來的時候可能有一點點煙霧瀰漫的感覺 然後再加上這種防空洞有點神秘的這種氣氛 所以我們把這家店叫做女巫的香氣成烈師 對 那我們這樣一路這樣走過來都聞到香香的味道 對 難道這也是傳說中女巫的魔法嗎 其實我們這一次在這個防空洞裡面 有設計的一個小巧思是關於氣味的部分 對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 嗅覺是跟我們記憶最連結最久的感官 我都說不記得高中數學課本在說什麼 可是可能記得高中數學老師身上的味道 那想要設計這樣子的味道 然後我們把它叫做正冰的氣味 那希望可以讓旅客來這裡聞到之後 回來很想念這個地方 妳們要不要跟我一起聞聞看 好玩好玩 對 好神耶 猜猜看裡面我放了什麼 妳想像到什麼樣的畫面 對 再一次再一次 柑橘 對 其實我裡面加上了很多大量的柑橘類的植物 像是葡萄柚啊 紅橘啊 這類的植物 然後也加上了很多像剛剛有說到的薄荷 然後還有很多的歐洲料理常會用到的香草植物 譬如說豆蔻 譬如說石螺 為什麼這樣子 是因為其實像正冰與港 大家都知道它的地標是色彩屋 很繽紛然後很有異國的風情 所以用了這些很有異國風情的氣味 可以組成我們這一個正冰的香氣 那讓大家進來之後 因為防空洞本身有一點半密閉的空間 味道可以留在裡面 甚至今年我們做了一個叫做基隆中原祭的味道 聞看 味道都是疊在一起 但應該還是分得出來 有樣子可以聞聞看這個 基隆中原祭的味道 它是比較有一點宗教的感覺 我們放了很珍貴的蓮花 然後還有石灰草 秘魯聖木 就是讓大家聞的覺得很保平安的感覺 對所以其實我們想要透過味道 讓更多人像我一樣就是 常常想回來基隆最後就是愛上基隆這樣子 那你們要體驗看看冥想嗎 好啊 我平常有在冥想 真的嗎 太好了 沒錯 感受這個空間裡的氣味 有一點岩石 有一點濕氣 還有剛剛我們提到的正冰的香氣 把這些屬於大自然的氣味 都深深的吸到我們的肺裡 基隆的防空洞靜靜地存在於街頭角落 時常被人們忽略或淡忘 真實的防空洞與人們想像中 可能有巨大的不同 數十年前開鑿鑲嵌在城市中的防空洞 或許已超越圓其有功能 也變成一種神秘的象征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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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吐 要在司令部官邸 是一栋据百年历史的日式木造建筑 又称为李宅 在1921年日治时期 商人流水一柱 负责经营公共马车业务 后改制为流水八市 也就是基隆市公车的前身 要在司令部官邸 正是流水一柱的自宅 1930年新建 1931年完工 有着完整的日式建筑结构 二战之后 原本的要塞司令部官邸 因受炮击而损毁 最后官邸搬迁至流水一柱的自宅 后来基隆要塞才撤 最后一位司令还是居住于此 并将住宅分居给李家 最后李家将整栋房的地上全买下 居住到1988年 所以又被称作为李宅 哇 来到这么有日式氛围的地方 肯定是要调日本舞蹈 和喝抹茶 感受一下当年的氛围 好啊 我跟你说 我有找到一位 曾经住在这边的李大哥 我们请他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他在这边的回忆吧 好啊 这就是我刚刚跟你提到的那位李大哥 我们先来请他来跟我们分享故事 那么我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25年 他们这种房子的原来的主人 是一位日本的一位公车轻盈的老板 他叫流水伟柱先生 所以他的公司叫做流水八市 那么他的日本名字叫做 基隆秤河自动车诸事会社 那么这一栋房子呢 就是他给自己盖的这么一栋房子做的 后来康山生理以后呢 那么这个房子就由 基隆要塞司令接收 作为基隆要塞司令的官邸 最后一任的司令呢 就是江济斌先生 最后一任 所以这个房子就一直由他继承下来 那他后来就搬到台北去住 然后呢这个房子就由他的外甥 那么来住 我岳父跟是军人的关系 就把这个房子就抵下来 这种62年 我们就住进来 那么一直到87年要离开 那87年离开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是军人的眷色 所以呢 那他就是要改建 改建我们就离开了 这一间就是他们的主卧室 那边本来都可以拉起来的 然后这边是起居 然后那边一个阳台 门一拉开以后 原来有一个阳台 就是一个台子 台子下面就是可以看到 就是一个渔池 所以这个地方能够回复我 对我来讲 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要带你们看看这个会客 他原来的会客室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这个会客室很大方 就是他们的会客室 客人从这边进来 就不要从他们过去了 所以这个房间设计的话 很有意思给设计 客人就从那进来做会客室 那然后在这边接待客人 不会影响到里面房间的景色 这可以让你们看一下 这个本来是我们自己 另外做的 可以看看下面的地基 设计的多好 地基做得非常旁白 那下面做的这样 也就是空气流通 避免这个湿气 所以它这是 从现在设计的 就是让大家看看 下面的地基 一个一个做得非常大实 用的木料 就这样做得非常好 这个真的 这个都是普通的房间 放东西的 那主要介绍后面那个防空洞 在以前所有的房子 都会有设计防空洞 因为战争的关系 我进去看过 但是不是很深 并没有大家想说 通了没有没有 它不是很深 但是就是 轻硬型 很浅 很浅 这是它原来的厕所 它有三间 这个是男生用的 那两个是敦式的 这个设计得很好 所以我们来的时候 还在用 古基活化 不仅仅是保护历史建筑 更重要的是 让这些古老建筑 重新焕发生机 成为城市文化新亮点 透过火化 我们可将过去和现在连结在一起 让历史和现代相互交融 为城市天真新的活力与魅力 而这种将古迹注入现代生活中的做法 不仅让人们更加珍惜过去 同时也促进了城市的文化发展与经济繁荣 让我们共同守护着城市的记忆 让历史的价值得以永续传承 哦 激龙的味道 你知不知道 哦 激龙的味道 你可知道 有没有历史永久的故事和遗迹 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有独特的氛围 永统确让你穿越时空 感受skруг旅客 就是为什么 哦 愿我带着你走 激龙的味道 你知不知道 哦 吉隆的味道你可知道 能够在过去的记忆 你可知道 哇 吉隆的历史建筑就像这里的防空洞一样 在这里默默守护的这个城市 等待着被发掘和重生 共同补写着这个城市的故事呢 让我们在欣赏风景与了解历史文化的同时呢 也要支持古迹的维护国化工作 共同为文化遗产来尽一份心力哦 这一集 吉隆味是古迹的味道 欢迎大家来吉隆走走 并跟这些百年古迹打声招呼吧 接下来这些古迹又会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让时间来为我们说明一切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